最近傳出多起台灣人前往中國失聯的消息 昨天陸委會在例行記者會上就被問到 除了台塑高管被邊控無法返回台灣之外 一名入境上海的郭姓同學也失聯 至今已經超過三個禮拜 台灣海基會已經發函對岸關切 那他是和朋友一起到大陸去 那因為現在家屬已經報案 所以我們也海基會也跟對方海協會在聯絡 在協詢 那目前並沒有進一步的消息